送走了袁太太,大夫人将手头的事放下,让人去药铺看看,顾景芝在不在,如果不在,就去三房那边的宅子,把顾景芝接回来。 大夫人想知道到底是谁的主意,若说是顾景芝帮姐姐出主意,将不孕的责任推到姐夫身上,大夫人也是信的。 顾景芝诡惊惊惊的,大夫人那丫鬟春巧亲自去找,结果在药铺就找到了顾景芝。 顾景芝还没来得及思虑什么,先把顾晨芝给寄坏了,她急忙说,"是大奶奶还是二小姐,出了什么事啊?" 一惊一乍的,让顾景芝的思路也被她带过去了。 春巧连忙解释,"不是,是大夫人想和七小姐说说话。 好好的,说什么话呀,是我娘哪里不舒服吗?" 顾晨芝打断的,春巧值得看向顾景芝的,"是,四顾奶奶的婆婆袁太太来了,好像说了四顾奶奶什么事儿,大夫人说,明日接四顾奶奶归您。 还听袁太太说,七小姐跟四顾奶奶说了什么,大夫人想证实一下。 顾景芝就明白过来了,顾晨芝还是一头雾水。 我回来得告诉你,大伯母等着我呢。 顾景芝对大哥道,"我去帮你看嗓子,"顾晨芝说好。 你大嫂生稀节的时候,坐月子里常说身子酸痛,也不算太严重。 当时她一说很正常,不少女人坐月子都那样,开了点人参养容汤。 可是,难受起来,她连觉也睡不好,我怕她又犯,怕给娘添麻烦,又怕我担心。 你去问问她,这些日子有没有犯。 顾晨芝叮嘱顾景芝。 产后身子酸透,那属于血须呀。 顾景芝点点头,她和春巧去了老宅。 路上顾景芝问春巧,"人家太太说了什么?" 春巧道,"当时奴婢不再跟前服侍,听得不仔细。 大约是说四姑奶奶昨日去寻妻小姐治病,回家后哭了一场的缘故, 大夫人还说明日接四姑奶奶归宁。 顾景芝微微汗手,说知道了。 到了老宅,大伯母果然是问的,昨日和顾景芝说了什么。 顾景芝就如实把顾山芝的情况说给了大夫人听。 大夫人听了,停顿片刻才问,"的确是你说,让你四姐夫也去瞧瞧, 看看是不是她的问题。 顾景芝点点头,大夫人便称怪的,"你这个孩子啊, 怎么如此心直口快呢? 你还是个姑娘家,哪里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啊? 男人是天,女人是地,徒弟长不长庄稼,是地质的好坏。 你非要怪天,这如何使得呀?" 那,天上不下雨,地上能上庄稼吗? 顾景芝等,整年整年的不下雨,再好的天梯也不记得。 怀孕原本就是两个人的事,为什么不能怀孕了? 却只找女人身上的原因,男人就没事儿吗? 大夫人瞠目,这一番话还挺有道理的。 听顾景芝的口气,是挺不愿意承认不孕这件事儿是女人的错, 所以也要折腾折腾男人。 大夫人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, 年轻气盛啊,大夫人也有过。 岁月总会慢慢磨平孩子们的这些棱角, 大夫人也不想责备顾景芝, 只是笑着摸了摸她的头道。 你说得对呀,可天是高高在上的, 我们要顶礼跪拜老天爷,可不能责怪他。 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的天, 咱们可不能把自己的过错推给他们呢。 这个年代的女人都是这种思想, 连这么爽气的大夫人也是, 幸好宋帕尔不是, 否则顾景芝胸口的灼气要把自己给憋死了。 她也没有和大夫人争, 大夫人的三观早已形成, 不是顾景芝能更改了。 况且,更改了, 大夫人的三观就不符合这个年代的主流, 她不会快乐的。 顾景芝自己也会得利不讨好, 我记住了大宝墨, 顾景芝从善如流, 大夫人笑了笑, 伸手揽了她的肩头, 夸了句, 好孩子, 一点就偷。 你四姐的事, 还有别的方法吗? 大夫人不死心地问, 女人生不出孩子, 连带娘家的底气也不会足, 嫁到婆家, 继承香火, 是女人全部的责任。 大夫人知道顾山芝过得不错, 如今没有孩子, 是她唯一的缺陷, 大夫人也希望顾山芝能把这个缺陷补上, 婚姻十全十美。 她的身子的确是没有毛病, 顾景芝的, 我也没说一定是姐夫的问题, 所以才跟四姐说, 让姐夫过来, 我搭搭麦, 看看情况, 我没有想到, 这件事儿, 姐夫和原家反应会这么大。 大夫人叹了口气呀, 松范儿太过于泼辣, 在丈夫面前不够恭敬温顺, 甚至把顾炎针掌控在手里, 他们家里没有男尊女卑的概念, 所以顾景芝从小耳濡目染, 她也不太懂。 人和人家, 反应都会是这样, 女人家的, 不能这样作减自己的男人。 大夫人道, 你四姐婆婆还算好的, 没说你四姐什么, 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她, 你四姐好像把你的话听进去了, 我明日要接她回来, 说说她。 顾景芝笑着, 往大夫人身上看, 大伯母, 你不好奇吗? 顾景芝道, 我要是给姐夫用药, 四姐生了个孩子, 你会不会改变一些原本的想法呢? 大夫人笑, 说顾景芝胡闹。 我医术那么好, 什么时候失手过? 顾景芝笑着道, 这样, 原家也知道四姐没有胡说八道, 她的确没有任何错, 将来原家是不是对四姐更好? 这件事就咱们自家知道, 又不会传出去, 我治好了那么多病, 哪句话是我传出去的? 大夫人心底一动, 若说真的能治好的话, 将来顾山芝生个孩子, 也分外底气, 也底过了她这次胡闹的过错, 甚至证明了她的胡闹是正确的, 不过, 不证明也没什么大事, 反正原家是不敢欺负顾山芝的, 大夫人心里快速地转着, 呵呵, 你这个孩子啊, 大夫人溺爱地笑了笑, 没有答应, 却也没有否定, 顾景芝就知道, 大伯母有大东西了, 这件事儿急不得, 点到为止即可, 剩下的需要靠大伯母, 顾景芝就道, 我来的时候, 大哥千叮您万嘱咐, 让去看个大嫂, 问大嫂好不好, 明杰好不好, 他呀, 儿女情长的, 呵呵呵, 大夫人哈哈地笑了下来, 这样哈, 情长的人都心地善良, 顾景芝的, 大伯母, 我去大嫂那边了, 然后不等大夫人答应, 就下康穿鞋跑了, 大夫人在身后又是笑, 顾景芝一走,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, 大夫人也沉心, 仔细地想想原家的事, 顾景芝若只是顾山芝的姐妹, 大夫人自然不会多想, 只当他们小姊妹联合, 替姐姐出头, 可顾景芝还是为神医啊, 我医术那么好, 什么时候失手挂, 这句话在大夫人耳边盘旋不止, 她想起了阎喉宁恶, 当初顾景芝看了阎宁恶, 就说她不久会瘫痪, 当时宁恶到处骂顾景芝, 大夫人甚至印象深刻, 结果没过多久, 宁恶就瘫痪了, 最后还是求顾景芝, 顾景芝什么时候说错过, 什么时候失手过, 大夫人犹豫不决, 她能预料原家是不会答应的, 可以有些不快, 生孩子应该能化解吧, 大夫人接顾山芝归宁的想法, 却变成了请顾山芝和园芋叶到家里吃饭, 她喊了春桥, 让她去大奶奶那里, 把七小姐再找回来, 顾景芝正在和大嫂说话, 她问大嫂有没有酸痛, 大嫂笑道, 那是生西姐时候的事, 哪里是生孩子就这样, 你大哥也忒多心了, 嘴上如此说, 心里却甜蜜不已, 整日在一起, 也没觉得这样一句话就感动半天, 林曼金脸上有点发烧, 那就太好了, 我回去告诉大哥, 让她好安心, 顾景芝等, 大哥还说, 大嫂想吃什么, 想要什么, 就跟大伯母说, 千万别忍着, 否则她也要担心了, 林曼金就抿唇笑, 脸上微红, 我都会的, 林曼金等, 正好, 西姐的乳娘, 两快三岁的西姐进来, 西姐单薄瘦弱, 林曼金让她叫七姑姑, 她窃窃地叫了声七姑姑, 声音诺然好听, 顾景芝就蹲下来抱起她, 西姐穿得很厚, 却依旧有点亲, 顾景芝抱着她, 问她, 要不要去祖母那里看明家, 西姐连忙说好, 小脑袋点点的, 十分有趣, 大嫂, 我带西姐去玩, 顾景芝征求林曼金的意见, 林曼金到后, 又吩咐乳娘给西姐加件斗篷, 乳娘忙回房, 给西姐学了件骨彩骨丝斗篷, 顾景芝亲手替她披上, 她抱着西姐往上方去了, 乳娘一直在身后说, 西小姐, 让努婢抱着, 别累着了你, 顾景芝说没事, 其实有点气喘, 她也不好再逞强了, 值得把西姐交给乳娘, 西姐扶在乳娘的肩头, 对这位姑姑比较好奇, 就问她, 西姑姑, 你是不是和我姑姑一样的姑姑啊, 顾景芝颇吹笑了起来, 说是的,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姑姑一样, 住在我们家里呢, 西姐问, 乳娘就道, 西姐啊, 不能这样问话, 顾景芝哈哈笑, 她对乳娘道, 西姐好聪明, 西姐生得弱, 人却是聪明懂事的, 乳娘很是骄傲的道, 西姐明白是夸的, 就有点害羞的, 把头埋在了乳娘的肩膀里, 走了几步, 她又抬头看顾景芝, 重新问她, 西姑姑, 你为什么不住在我们家呢?